遭到苏丹色素波及的制品越来越多了 保鲜公司进口的青辣椒粉 现在也被发现含有苏丹色素 并且下游厂商又再制成为胡椒粉跟椒野粉 甚至是机芯粉等等的多款调味料 贩售到双北市等9个县市 甚至还已经流入了严肃鸡店 还有传统美食店家 现在不少学校的营养午餐 除了禁用辣椒粉跟咖喱粉之外 连胡椒粉都不能够再使用了 而食药署更出手宣布 全国的营养午餐即日起停用辣椒粉一个月 也会在一个月之内完成全台29家进口商的清茶 遭到苏丹色素波及的供应链越来越广 现在连保鲜公司进口的青辣椒粉也剪出苏丹色素 被其中一家下游公司桶龙制成白胡椒粉 贩售到双北等9线市 另外一家金和味食品公司 也转制成白胡椒粉、椒盐粉等5款调味料 共1.3万公斤 以卖给25家业者 其中包含咸酥鸡店跟传统美食店家 胡椒粉制品也被列入黑名单 因此双北等县市也决定扩大防堵范围 现在学校营养午餐不只要停用辣椒粉跟咖喱粉 就连白胡椒粉、黑胡椒粉跟椒盐粉也统统不能用 食料署也出手宣布 全国的营养午餐即日起停用辣椒粉 这一次的风波对于餐饮业者 对于团餐业者确实造成很大的困扰 以目前阴影的方式是我们会尽量用一些比较圆形的辛香料 比如说胡椒粒 一般很平常的调味品的 比方说政府在这个期间的话就赶快去加快它的脚步 苏丹色素制品流上 各地卫生局继续追 发现保新公司的问题辣椒粉 也被复达食品用来制作台素麻辣锅底酱 共10种各式酱料、锅底料跟调理料包 现在通通下架停用 而知名泡菜大厂、高利果还有韩蜜 有两款产品 泡菜跟腌萝卜块 也用到含苏丹色素的原料 除了门市外 宅配、网购通路都有贩售 苏丹色素大流窜、重疾、国内食安 这种报道